例如說明,紅燈亮了四至七秒就亮了綠燈 這個紅燈是澳門練習方面拿來給我們做個參考 對,綠燈亮了,好,看誰走出來了 我希望不要把那輛車放開了 三號車一走就走出來,就是陳芳蓉 帶了出來,好 最重要是看誰入浦荊灣,四十幾輛車 很大堆頭,第一個彎 好,第一個彎,肯定都煉了 頭的車好一點,三號那輛 中間那輛車比較密切,三號,十號 十號帶上來,葉顯貴 五十八號車不見,五十號車還未見 這個比賽就進行八個圈 跟剛才的新手賽進行十個圈的比賽不同 換言之,隔鍵又加得比較近 對,即是說一開始起頭就越狂放了 來,各個安全進入浦荊灣 非常好… 因為這班都是經過西哥的 因為第一門入浦荊 對,有些經驗… 有些經驗… 我只是看不到五十八號車 看看吧 你找到頭那輛車裡面 看不到五十八號車 我只看見十號車打一頭 第三號車打到第二 四十四輛車 大塞車,你看… 可能五十八號車,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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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一開始走出來,但大頭不是他 好像是十號車,險貴 我從山上看得到… 你看看,一下來就看到了 十號車是零零丁丁的離開了 離開了幾個車位 這裡是後面那輛車 對,看不到大頭那輛 鏡頭還未追到 可能在發甲灣我們看到了 因為這裡一上去,然後去海角遊魂 接著發甲灣 發甲灣的車速慢一點 好,五十七 原來不是頭那輛車 這輛車有兩粒結,比較大 大概三四四五位 是四五位,應該是四五位那輛車 讓我們看看發甲灣,好嗎 看看發甲灣,看到了 一天再看,看不到 過了,頭車已經過了發甲灣 這輛車不到了 脫了頭車 對,沒有了,看不到 這裡是迫車,這裡是大迫車 我們早點來看到發甲灣 知道是誰在戴頭 現在希望我們在下面 魚翁灣或者落褲門 現在叫做褲門,看到了 七十七,二十七,五十八 是嗎?五十三十八 七十七,應該… 對,很厚 有一輛車扔下了,78號 放下了,8號車 沒事,放下而已 推回去便可以走 這位是李培基 是鄉口的車手 不要…不要碰上去 碰上去,破壞了手掣 破壞了,破壞了 破壞了,不能鬥 好,帶頭車回來 我們看看是多少號車 葉顯貴、陳芳玉 這幾個機會很大了 對,似乎就是… 如果沒有看錯三號車 沒錯 三號車是陳芳玉 十號車是葉顯貴 沒錯 接著是五十九號車 不見了五十八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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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號車後面 我第六位了,慶貴是第六位 第六位左右 至少不止,應該… 第八位,暫時在第八位 三分二十四 差很遠,跟頭車三分十六 頭車三分十六,九八,三分二十四 不過是第一個圈 但也不是那麼多個圈 只有八個圈,要記住 所以真的要開始扭 十號車上山帶頭 十號車葉顯貴 三號車陳芳玉 厲害,就是五十九號車 馬國明暫時排在第三位置 那他原本排位 就在第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項 第七項 即是七項 差不多排到二十幾三 現在追上去第三位 真厲害 他穿車可能穿得快 一穿到,馬上撒出來 但我們再看他 穿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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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Towstar 對 如果有人說Towstar 有機會要加分一分鐘 加分一分鐘 對 現在看看程遠 在山上也是十號帶著 十號,遠貴帶著 三號陳芳玉 恩治場在第八位置 但仍有機會追,有八個圈 有八個圈 所以如果現在開始扭 希望有機會追上來,鬥一鬥 也可能會製造一些緊張刺激的場面 是誰我們看過的 是呀,因為電單車是最… 大家理事說一句 以外比較多一點 3號爬了 3號過了 過了,過了10號 又過彎頭了 剛才10號插了這個3號 現在過彎頭 變成陳芳玉在前面 所以伸手更好 就是每天都沒有支手 兩個困著困著 上3號和10號 葉顯貴和陳芳玉 剛才陳芳玉和葉顯貴 同一組都是第一組的比賽 所以說不能用時間定定輸贏 雖然剛才第一組時間慢一點 但現在領先的兩個車手 都是第一組比賽的車手 亦都是兩大車種之戰 你看他們 大家駕駛不同的車 又是Yabaha和Honda 沒錯 沒錯 你們兩個都是… 連連連在澳門就要格劍 對,這兩組是比較熱門的車種 所以連連在澳門 鬥得很激烈很激烈 好,3號車帶頭回來 10號車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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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顯貴跟著 跟著就… 只有59號 應該是59號 他們真的放了離合來打 我真的懷疑 28號有沒有機會 28號,27號 7秒… 馬國明還有第五位置 對,現在我們希望回來後 再看看他們相處的時間 是多少 3號,仍然是陳芳佑 前面帶先的 花名叫三浪 即是說他拚命 肯定… 然後… 第四位置,陳國才 58號追上第五位 歐志偉 58號追上第五位 現在… 對,恩智祥 對,上去第五位 對,沒錯 過了這一個 就是歐志偉的頭 對,做了3分03 已經跟頭車那些車 頭那三個車的時間 很接近,大家都3分03 好,葉顯貴 稍為脫了這個 陳芳佑一點 現在中間那些車 反而黏黏黏黏黏 很平均 車手很平均 但頭那些就走開了 中間那些 就真的成人 10B 這輛車一大堆 但這樣很危險 對,大家身手經驗不夠 比較危險 但應該他們比第一場 沒有機會 即是已經複雜了一點 場地和車的性能 有些比賽的經驗 應該比較好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來,嘩嘩 別說不怕 香港的夢見關 大家哭過來 對,大家一人走邊 這輛電單車 叫人非二大賽 經常見到 兩個人都站著手 握著手 對,希望不要黏黏 車人不要黏黏 人怎樣都沒問題 好,頭車 我們還沒看到頭車 現在還是在中間那輛 現在還是看到 現在陳芳蓉就… 在第二個圈的時候 被葉顯貴領先了0.29 但葉顯貴又在直路尾的時候 插回陳芳蓉 所以現在葉顯貴在前面是帶頭的 除非剛才還差一段就過頭了 現在沒錯了 10號車,葉顯貴跟著陳芳蓉 10號,9號車馬鋼尾 9號車也不錯 沒有,還是跟得貼 沒有被他賣掉了 以為他在開始排得那麼好 但是現在看來他還可以追得貼 對,因為馬國明去年都參加比賽 去年就不能夠完成比賽 今年就發分到腳了 現在暫時最快輕速的是由他保持 3分03.09 不頑皮,一點都不頑皮 對,馬國明 3分03算了很好的時間 因為本身葉顯貴都說自己是做3分0幾左右的時間 沒錯了… 恩智場的3分0幾左右比較快 其實很均勻… 恩智場現在還不做好時間 只是3分03.82秒 對,還沒做到最快的時間 跟頭車相差7秒多 對,第二圈回來的時候是7秒多 現在第三圈完成了賽事 第三圈再看距離有多少 有沒有追近 如果沒有追不近,機會就會有 如果追近了,可能會有些機器 希望每個圈追一、兩秒 追回到最後才貼一堆來鬥 這樣就變得好看了 因為八個圈 記住,八個圈 對,沒有啦 用線比較緊一點 對,沒有啦 即是沒有放得那麼重 對,新手賽的經驗都沒有真夠 變得比較… 或者有人在後面壓他 變得線更加緊一點 好,現在就向漢台大正路 兩個車手仍然有機會超前 一定要留意蒲經班 好,現在八又爬了64號 進展到第四位了 好,又上了一層樓了 對,逐漸追近… 希望下過兩個圈就接近一點 58、64 58,恩治強 對 曾經做過3分01 現在葉顯貴剛才剛才做了最快的時間 3分01.22秒 好,陳芳玉也是3分01.83秒 而恩治強做了一個更好的時間 3分00.53秒 激烈了…好 好激烈 這麼激烈的比賽 不如我休息一下,喝一口茶再看 李芝杰 為何今年參加這個新手賽的澳門車手比較少呢 其實就是… 香港其實都是少了的 看他們那些怎樣說 換車等等 在過往每一年來比賽 大部分人都是駕駛新的車 反而今年少了 反而澳門的車手 大致上 我們經常去玩車、飛車的那些人 都七七八八了 退休那些退休了 不玩那些不玩 反而後繼的那些就變少了 好像我剛才說過 那個林創昆 現在70號的比賽 他叫做細B 他駕駛得不錯 在台五仔高級比賽 和電單車比賽 我剛才說過 他應該在92年是一個好表現 剛才入圈的就是 39號澳門車手 羅莎廖 64號 陳國才 這個車手很快 但很不穩定 有可能是跟他的經驗有問題 這個車手也是一個比較新的車手 10號的葉軒貴 拋開了一點 如無意外 應該這個葉軒貴 也是很高機會的 對,完成了四個圈 只差兩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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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四個圈 三、四位之爭 馬國明仍然守二、第三 對 看這個圈是多少 時間是多少 應該過 恩子場 應該過了 大會還沒有成績公佈 我們在電視上應該看到 咦 是 走一條內線 過了 在浦荊灣這個車手的速度 這件都是三分正的 對,沒錯 絕對是車手的膽識經驗 原來葉軒貴 2分59秒96 這是電單車新手賽的… 最新紀錄 最新紀錄 也是他第一個打破三分鐘大關的車手 不過葉軒貴不會全心創造紀錄 只要是贏的,對吧 是 給你一圈一圈都是最快的 有甚麼用的 好像萬努一樣 最後一圈壞車 撞了 大會又沒有最快的圈速掌 梁國林就上到第十五位 剛剛這個圈 他也上得很快 最後一個出發 走到3分05 也算是有所交代 五十八、五十九 五十一號車 入了P了 鄧永傑 駕入本田NSR 咦,有車出了速度 一彎 六十號車 最新款的檸檬 RG250cc 簡單車 董世榮 多說車手的 五十一號車 不用怕 衝出來再回來 那號碼很漂亮 坦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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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能力拋掉 如果他要追上去的話 那 反過來 帶頭那個會看著你們跑 你追貼一些 他會加一點速度 又會把距離保持 這些都是一些有經驗的車手做的動作 反而如果陳方玉再不加馬徑 後面 會 五十九、五十八兩架就會上來 是 郭明、欣紫祥 因為現在第四個圈回來 還有三個圈 那三個圈還有時間可以上來 欣紫祥連續兩個圈都三分正 很明顯 五十八個追貼了 欣紫祥又兩分59秒42 又比較 這個葉軒貴快一點點 比剛才的圈充 快了0.5米 在浦京直路上追到了 浦京灣角前面 五十九又追上來 五十九的車好像快一點 浦京灣的動作做得不好 五十八號 五十八號 我看他追到了 三號 我看應該追得到了 射上欣紫祥剛才 是第二組的冠軍 是 發揮會好一點 如果在這裡貼了一堆鬥 而大家都是伸手 未有這麼好的經驗 會略為會害怕對方做錯的事情 連累了自己 在山上 五十八號 欣紫祥就貼到三號 都挺貼的 一兩個車位 有部份彎會快一點 有部份彎會快一點 三號車 陳芳玉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半斤八兩 問題是現在 正在下山 正在下山 正在去警察學校 那彎 多謝 最後一位 是 在下山 二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